台籍人士张经义 因任职上海东方卫视驻美国白宫记者 被台湾方面陆委会指控 涉嫌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并扬言开罚一事 连日来在岛内引发争议 据台湾媒体23号报道 台湾方面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称 相关条文自2003年修订到现在并无变动 目的是为了维护台湾安全跟社会安定 外界的质疑存在扩大解读的意味 邱锤正称 此案已经已交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处理 只要张经义有户籍就罚得到 美国方面也对张经义展开围攻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这名记者来自台湾 却替上海媒体工作 所以要立刻踢了他 张经义对此回应称 自己问心无愧 公道自在人心 感谢 其实再过几天 我跑白宫的新闻也要满十年了 作为一名记者 我问心无愧 公道自在人心 陆媒台籍记者受罚在岛内引发舆论反弹 23号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 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中 召开记者会声援张经义 他表示 民进党当局打自家小孩 讨好美国白宫的卑劣行径 令人愤怒 未来将找寻学者专家律师 替张经义发起诉讼 同时也会向社会各界募款 协助他缴纳罚款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 该案凸显所谓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有关规定 为荒诞恶法 依照民进党当局 喜欢把与大陆有关系的台湾人 视为低级台湾人的习惯 又擅长任性扩张与定义法律 未来所有在大陆企业任职的台湾人 都可能触犯 台湾联合报也发文谴责说 从林书豪称呼新冠肺炎被围攻 到张经义受罚 他们虽都为台湾发了光 却因领对岸企业薪水 就被扣上大帽子 显然只有发绿光 才配得上台湾之光